HELLO HELLO 有個Youtube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Lilo 早上好 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2號 今天這個影片跟EA有一點關係 那我知道看我Youtube頻道 有一部分的人 都是因為戰地系列 射擊遊戲才會注意到我這個頻道 那我這個頻道 我必須說 如果你是新的訂閱者 我必須跟你講說 這個頻道其實我創立了很久 十幾年 可是我平常很少在 很少在經營這個頻道 只有這幾年的時候 我比較有點心思在這個頻道的面子 因為我自己還有一些事情 再加上我是一人作業 我沒有拿到任何的獲利 或是說一些工商 完全沒有 如果有我會跟你們說 因為我不是那種 我不是那種 就是說那種 靠著人家吃飯的那種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我有拿到任何工商 sponsor 我會跟你們講 我不會那種 來按的那種 我這個人是實話實說 因為這樣子 我這種風格 在YouTube上面 在某些人來講的話 我知道有很多人 一大部分的人 都是喜歡聽好聽的話 不喜歡聽比較另外一個負面的話 所以導致我的點閱率 我的人數 我的人氣 還有我的評價 其實不是很好 其實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是實話實說 OK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不長 我先跟你講一下說 我對EA代史的這間公司 還有他的工作室的一些 戰地系列的一些小小的的看法 現在是11月的12號 還記得11月11號的時候 是什麼日子嗎 也就是戰地2042 四初 將近三四年前 2021、2022到現在 已經2024年了 可能沒有人去注意到這個時間 我會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說 當時我非常的看好戰地2042 因為我覺得說 他被人家稱為是戰地3 跟戰地4的後續的繼承之作 因為他是進未來的現代戰爭 那當時我的確我非常的看好他 直到我看推特上面看到 有人的試玩版 洩漏四萬版之後 我才發現到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再加上EA跟代史的大義的宣傳之後 官宣之後 洗地工工商仔這些打工仔這些 四處的去打這個2042 戰地2042的廣告 然後呢 就是說了 獻給戰地玩家 老玩家一封情書 被我調侃的是一封遺書 我在某論來講說 你弄好就是一封遺書 我相信知道 知道了應該是說 我知道在哪個論壇 我提到這一點 那沒錯 果然不其然 變成了獻給老玩家的一封遺書 這個其實真的是我這個 被我說中 那OK 那其實這幾年 我一開始玩戰地系列 是從戰地風雲1開始玩 其實我最近在考慮到要 重新回到戰地1來講 因為聽說戰地風雲1呢 他最近呢 他有 反外掛機是有做更新 那我相信的話來講的話 我對這一點的話 我對這一點的話來講 我是保持 保持 贊同 我覺得這一點要給 戴石一葉一個肯定 因為 即便他已經停止更新了 過了這麼久 他願意做這個事情 表示說 他至少他還會想到過去的戰地系列 還會想到過去的戰地系列 那你參加2042的話來講 當初也是說他會有反外掛的機制 那當初講說 2042會有反外掛機制的 這個某位大大呢 他在遊戲中被外掛打 我是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非常的好笑 那後來呢 他也是在2042之後 沒多久的時候 他也癫癫的不太敢出聲音了 當初捧得那麼兇 現在不敢出聲音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戰地3 戰地3來講的話呢 我個人我非常喜歡玩戰地3 戰地3是我 認為除了戰地1之外 是我玩過 你看一下我多久沒有玩了 是我玩過最好玩的 這個寒霜引擎那個時候的遊戲 我找不到第二個 可以取代戰地3的遊戲的 乃至於現在如果 官方出了 重製版或是強化版 我一定一定會買 我一定一定會買 因為這個遊戲太吸引我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形容 我當初第一次看到這個 他的這個預告片的時候 你們去網路看看 那個預告片真的是非常非常 這樣而且他出的資料片 非常非常的有料 那當然是過去的代式 這是過去的一二代式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其實 我有解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後來我就沒有再玩 我後來我就沒有這樣 他不是不好玩 而是因為 他的防外掛的這個 他擋住了我 我沒辦法繼續玩 還有加上他DRAX 他出了問題 就是太新的電腦 他好像跑不動 沒辦法跑 那戰地4在講的話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那個上海 倒塌那個上海 也是非常 還有他的夜站 非常非常好玩 戰地4 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玩 那很可惜的是 戰地4的話來講的話呢 我是被他的噴巴士特給擋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是講 我是看網路上講說 就是我被人家提報說 本人用機器人外掛 對 WTF 這什麼小啊 我如果有用外掛的話 我錄影上去 絕對會有人會檢舉我 因為我拍的影片 我只要有拍遊戲影片 除非是我那天沒有上傳 要不然 我只要有拍影片 玩遊戲 我大部分的時間 我是會上傳到YouTube上面去 因為一方面我要看一下說 我的 可以進步的地方在哪裡 我的缺點在哪裡 然後讓其他人 可以跟我去檢視這個問題在 那如果說今天我有出了外掛的部分來講 最簡單的例子 你今天你用狙擊手 每槍槍槍都打頭 都打得到 不要說你了 我都不相信我了 但是 戰地系列的生能就是特別多 生能就是特別多 那 Bad Company 2的話 我對他的印象不是很深 因為他的操作讓我覺得有點 遍扭遍扭的 他不是不好玩 他不是不好玩 但是呢 他的爆破系統 說要講到這個 他的爆破系統的物理的爆破系統呢 不會輸給戰地204的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居然會這樣子 我一開始我不願承認這一點 但是我發現到 我發現到我說的是事實 我說的是事實 那 你們可不可以講說 我之前有提到一點 炎龍紀元的新的遊戲 我本來是想要下載 玩來玩的 但是後來我停住了 後來我停住了 為什麼 因為好險我停住了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好險我停住了 因為 你像這個 異端審判 這個 這個 太經典了 真的太經典了 這是我唯一 在EA的資料庫裡面 玩的最 最深 最好玩的一個遊戲 它是英文版 我如果沒記住的話 它是英文版 你看它是英文版 那它帶給我的震撼呢 因為我記得它好像是 那一年是年度的最佳遊戲 我當時用一個 寶石一個 一個 姑且一次的試探 2014年試出到現在 你看我多久沒有碰了 它帶給我的震撼是非常 不能跟 今年的 這個 遊戲 野龍紀元相比 所以各位 我不是在幫EA跟戴士講話 好 EA講話不是戴士 如果你今天想要玩 野龍紀元的作品 我建議你先玩這個 這個太好玩了 這個真的太好玩了 而且呢 它不會像 目前的這個野龍紀元 它不知道在玩什麼玩野 然後性別其實就非常的樂 不會這個不會這個非常好玩 然後最後的遊戲 我要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遊戲呢 很值得大家推薦 這是我 這一兩年 我非常推崇的一個遊戲 叫做 死亡空間 叫做 絕密意識緣 絕密意識緣 等一下為什麼 時間歸零 我去年的時候 玩到現在 我一段時間沒有玩 它有支援中文 繁體中文 那我是用 數位昊華版 我是升級 我記得 我明明說 我是記得 我是數位昊華版的 這個遊戲呢 它是恐怖遊戲 它跟之前 舊的絕密意識緣呢 是算是充製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而且它的開發商呢 就是未來的新的戰地的開發商 其實我對這個是 是有點喜悠參半 喜悠參半 那 這個遊戲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遊戲評價不低喔 這個遊戲是我認為 EA這幾年來 所開發 發行商的遊戲 是最有 實力 最好玩的作品 沒有質疑 除了戰地系列之外 除了戰地系列之外 這個遊戲 真的可以玩 那 我問過的 對題的還有一些論壇上面 這個遊戲 重置版會不會出二 目前的結果是 沒有 目前是沒有 很可惜 很可惜 那最後呢 如果你是新的訂閱者的話 感謝你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會不定期的上 Youtube上面去錄影 還有就是說 最近大家非常 有興趣的人 這個恐怖遊戲 叫做 生存者回音 回響那個 因為他們現在是兩個人的工作室 所以他們的進度 算是很慢很慢 我在他的Steam上面看的話 開發的進度呢 還沒有看到 所以說 對那個遊戲 關注的人 包括我來說的話 其實就如同我之前講到的 我們喜歡玩那個遊戲 我們可能要有個心理準備的 就是他的更新 他的修正 可能 當遊戲正式釋出的時候 我們等待的時間 可能會比之前的遊戲還要久 如果你有辦法去接受這一點的話 這個遊戲是可以玩 那個遊戲是可以玩 如果不行 那進而這樣 去 去抱怨對方說 更新怎麼太慢 那我個人覺得 不用去受這個罪 不用去受這個罪 那很好笑的是 就是 那個遊戲 其實討論度其實不是很高 但是我看他點閱率其實是不低 可是我們在巴哈跟遊戲集體 還有其他的論壇來講的話 好像 生者回音的 這個熱度 沒有熱到那邊去 好像沒有到那邊去 就是明年的期待的恐怖遊戲 也沒有看到他 我在巴哈我是沒有看到 那 如果說大家喜歡這個遊戲的話 盡量去推廣這個遊戲 就是說 不一定要去分享 我之前的試玩影片 就是其他人的試玩影片 就是說老外 老外也有在試玩 老外的 對他的評價也是非常的高 真的也是非常的高 那影片的最後呢 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說 有幾個恐怖遊戲 我已經在我的 這個 Steam的用話名單當中 但是我先賣個關子 因為我再看一下說 他後續的發展是什麼 我這個人不隨便買遊戲 我會稍微去觀察 我會先玩體驗版 先示範看看 如果真的不行 體驗版對我來講 我不痛不癢 我希望大家 如果說 看到有自己喜歡的遊戲 最好先去體驗版 就去示範看看 是不是適合你自己的風格 或者說 是不是很願意敗下去 那如果說不行 那體驗版直接就把它砍掉 不用太歪 因為錢不好賺 錢真的不好賺 我是一斗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